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数组与字符串相关的算法面式题 最简单的数据结构一般来说是要属数组 数组其实是由一组连续的内存模块所构成的 对于给定的一个数组A 如果它含有N个元素的话 那么AI也就是说 CAM AI就表示在数组中的第1个元素的值的大小 那么获取或者是去更新这个数组的第1个元素 那么我们需要的时间是OE 因为我们只要拿到这个下标I 然后直接通过下标定位到这一组连续的内存中的相应位置 我们就可以得到数组的以下标为I的这一个元素的值 然后进行更新就会很快 但问题就在于由于数组的空间是固定的 因此想要添加新的元素的话 一般就比较麻烦 要实现对第1个元素的删除 那么我们一般要使用对应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波形的数组 那么该数组的第1个元素 如果是false的话 就可以表明AI已经被删除了 也就是说 要想对这个数组进行添加或删除元素 是比较耗时的 对于数组来说 插入元素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一般而言 要向后插入一个元素的话 我们需要重新分配一块比元素组大的内存 然后将元素组的元素 然后逐个拷贝到新分配的内存中 拷贝完了之后 再把要插入的这个元素 添加到拷贝新分配的内存的末尾 那么这么做的话是比较耗时的 如果数组的长度是ON的话 那么每一个元素的拷贝的话 那么这个拷贝的时间复杂度就是ON 但如果我们稍微做一下改动 那么一般的做法就是使得每次分配的内存都是元素组的两倍 那么如果插入的操作即使很频繁的话 由于每一次分配的内存足够大 插入时不需要每一次都需要重新分配内存 然后重新进行元素拷贝 所以如果算下来的话 平均的插入时间就可以实现是一个长量级的一个时间要求 OK那么这是这个数组这个加入插入 以删除的一个时间复杂度的一个基本剖析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两道有关这个数组的算法面试题 那么对数组呢 它的排序及相关的操作呢 一直以来都是算法面试的一大考点 下面这道题呢 就是数组排序操作的一个变种 而且也是面试中较出现较为频繁的考题 题目是这样的 写一个函数输入的是一个数组A 以及它的下标I 要求函数将数组的元素进行调整 使得所有比AI小的元素排在前面 接着是所有等于AI的元素 最后排列的是所有大于AI的元素 那么给一个例子就是 A是这个数组元素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I等于5 那么5的话是012345 5的话这个值就是4 那么调整了之后我们要求 前面的第一部分所有的元素都要小于4 紧接着一部分元素都要等于4 最后排在最后的所有的元素都是大于4的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调整就是这样 前面这一部分都小于4 紧接着是跟着一部分等于4的数组元素 最后这一部分全部都大于4 那么要求我们算法的空间复杂度是O1 时间复杂度是ON 也就是通过若干个循环就要求就可以实现了 那么大家拿到造题可以自己先把视频暂停一下 然后自己尝试一下 造题考的这个几率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呢 我们需要先用一个变量Pivot来存储这个AI的值 那么给定的这个例子里面如果I等于5的话 这个Pivot就等于4 OK 那么然后第一步是将数组先分成两部分 开头的那一部分呢 所有元素都小于Pivot 第二部分呢 所有的元素都大于Pivot 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做的 先把数组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都要小于这个Pivot 第二部分都要大于这个Pivot 大于或等于这个Pivot 接下来对数组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这个大于等于这个Pivot 这个值的第二部分 再进行一次调整 使得数组第二部分又分为两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所有元素都等于Pivot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所有元素都大于Pivot 那么经过这两次调整之后 所得的结果就符合题目要求了 那么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看一看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我们用两个指针 分别叫Bgen和N Bgen指向对列的开头 N指向对列的末尾 如果这个ABgen大于等于这个Pivot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ABgen和AN 这两处的这个数组元素的值 互相调换 然后把这个M就减减 也就是后面这个指针往前挪动 如果是ABgen想要有这个Pivot的话 我们就这个Bgen加加 那么也就是把前面这个指针往后移动 当这个Bgen大于等于N的时候 那么我们循环结束 循环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保证第一步就可以完成了 OK 那么为什么循环结束了之后 第一步可以完成呢 因为是这样的 当我们这个ABgen大于Pivot的时候 我们在原来的步骤中 我们把所有这个满足这个ABgen大于Pivot的这个数元素 都放到AN的这个位置上 循环结束了之后 我们能保证对于任意的这个J 这个J如果大于等于N的时候 我们这个都有这个AJ大于等于Pivot 因为我们有这个 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 总是把这个ABgen大于Pivot的值放到A上 AN上 AN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结束了之后 对于任意这个J大于等于N这个条件下 我们都有这个AJ大于等于Pivot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步就实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步一步的走 看一看我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算法是怎么走下来的 具体的执行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么给定的这个是这个例子中的这个元素 例子中的数组 一开始这个Bgen的值是0 N是15 因为我们总共有15个元素 那么绿色的这个数值这个数值元素呢 表示这个ABgen 红色的呢 表示这个AN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ABgen ABgen就是6 那么AN就是这个1 那么由于Pivot 由于这个Pivot的值 我们有 因为我们根据这个例子里面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I等于5 于是这个Pivot就是等于A5 就是这个4 反正就是这个4 值4 那么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 ABgen由于大于这个Pivot 因为ABgen现在是6 所以大于这个Pivot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6和这个1互换一下 换了过来之后 这个1是在6的位置 然后6换到了1的位置 由于这个N-- N往前挪了一个位置 所以这时候 红色的2是这个N所指向的数组的元素 接下来继续判断一下 这时候ABgen是1 由于1小于这个Pivot 所以我们把这个Bgen加加 这个Bgen加加往前挪了之后 那么这个绿色的元素变成了5 而这个N不变 仍然是2 那么这时候由于5 就是这个ABgen大于Pivot 那么这个5和这个2就要互相调换 调换了之后 这个2跑到5的这里来 然后这个5和2相互调用了之后 OK 这个5和2相互调用 这时候2跑到5的位置 5跑到2的位置 由于我们需要这个N- 由于这个N原来指向5的 减了之后就指向了这个9 所以这个9变成了这个红色 OK 调换完了之后是这一步骤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ABgen 只是2 它是小于这个Pivot 这个值是4的 于是我们把这个Bgen的指针加加 就移到了2后面的5来 然后这个N指向的元素仍然不变 那么再次做判断 ABgen这时候是大于这个Pivot的 因为它是5 所以这个ABgen和这个AN就要互相调换一下 调换了之后9跑到5的位置 5跑到这个9的位置 同时把这个N- N- 就是N- 的话那么AN就指向这个7 所以这个7就变成了红色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由于这个ABgen仍然是大于这个Pivot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仍然需要把这个ABgen和这个AN 两处的元素互换一下 然后这个N- 于是这个7跑到9这里来 9跑到7这里来 那么N- 减了之后这个4就变成了红色 所以就到了下面这个情况 那么继续再判断 由于ABgen又大于这个Pivot 于是我们这两处ABgen和AN要互换一下 那么4就要跑到7这里来 7又要跑到4的这个位置 同时这个N- 减了之后 那么就跑到4前面的这个元素 于是8就变成了红色 因此调换完了之后就如下这个情况 那么继续往下判断 这时候这个ABgen是大于这个Pivot的 于是这个ABgen和这个AN就可以又一次再互换 那么互换了之后这个8跑到4的这个位置 4跑到8的位置 同时这个N由于要减减 所以8前面这个6变成了红色 换完了之后又是这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继续做同样的判断 ABgen此时指向的是这个8 那么ABgen是大于这个Pivot的 于是这个ABgen和这个N就要互换 那也就是6和8的只要互换 8跑到6的位置 6跑到8的位置 同时这个N-- N--的话就要指向这个4 于是这个4就变成了红色 那么继续再做判断 此时ABgen是6 那么由于这个ABgen是大于Pivot的 于是这个6和这个4又要互换一次 互换了之后呢 4跑到6的位置 6跑到4的位置 同时这个N-- N--的话 那么4前面的这个3就要变成红色 那么换完了之后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继续判断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ABgen还是大于 等于这个Pivot的 于是这个4和这个3又要交换位置 3跑到4的位置来 4跑到3 这个红色的3的位置 同时我们要按--- 按---的话 那么把这个指针指向这个红色3 前面的这个3 于是红色3前面的这个3会变成红色 那么换完了之后 这个情况就是如此 那么这时候ABgen的值是3 它是小于4的 所以这个Bgen加加 Bgen加加的话 3后面的7要变成绿色 那么挪了之后 这个Bgen这个指针挪了之后 我们的情况无下 这时候呢 这个ABgen等于7 它是大于这个Pivot的值的 于是这个A的Pivot ABgen和这个A的N要互换 3要跑到7的位置 7要跑到3的位置 同时这个N的指针减减减减的话 就要指向这个3前面的4 于是这个4前面的4就变成了红色 那么换完了之后 大家发现情况就变成了这样 这时候呢ABgen仍然是3 3的话是小于这个Pivot的 于是这个Bgen这个指针要往后指 指的话就要指到3后面的9 于是这个9就要变成绿色 但是这个AN这个N就不变 所以这个4还是红色 那么换过来 大家看就这种情况 这时候ABgen呢 就是9 9是大于4的 所以这个ABgen和AN要互换一次 4要换到9 9要换到4 那么换完了之后是这种情况 这时候这个M这个Bgen已经是大于N了 所以整个旋环结束 那么到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的数组被调检查了两部分 这个是那么成了两部分 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一部分呢 都会小于这个Pivot的值 大家看 而后面这一部分呢 都是大于这个Pivot的值 Pivot就是这个4 所以这时候我们第一步就实现了 前面的这一部分都小于4 那么后面这一部分都大于等于4 那么第一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整第二部分 那么同样的道理 仍然把第二部分 也就选中了这一部分数组 分成两部分 然后把前面的这一部分 元素调整成都小于等于4 然后后面的第二部分呢 都大于等于4 那么这个调整的步骤呢 跟我们刚才讲的步骤完全是一模一样 所以在文档里面就不再详细的叙述了 大家可以自己用来做练习体会一下 那么做完了之后 我们最终就会得到这个例子中了 我们最终就会得到当前我们这个最终我们会得到这个得到这个数据 大家如果做完之后可以看一下 我们得到最后的这个数据是可以满足这个条件要求的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呢 就是两次调整的时候判断是否交互的条件有点不大一样 第一次调整的时候我们判断条件是大于等于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 第二次判断的时候是大于 也就是说两次交换时的这个条件不一样 第一次多了一个等于的判断 第二次就纯确是要严格大于 所以大家在这个自己编码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前后两次交换的时候 这个条件的条件的这个判断 判断条件必须要保持准确 OK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做法的时间复杂度 由于我们每一次调整呢 只需要一次循环 大家看到第一次我们这个走下来的时候 只是对这个宿主做一个便利 那么第二次呢 则是对宿主的第二部分做一个便利 那么我们只需要两次循环就可以完成 就可以实现题目要求的结果 并且我们没有分配多余的任何空间 因此我们的时间复杂度是ON 空间复杂度是OE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算法是能够满足条件的 那么这个代码呢 那么这个算法的代码呢 就可以放到下面具体的写法 就像这里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实现代码之后 把这里面的代码做一个参考 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次做的时候呢 我们去这个调整这个处主的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加了一个确硬括 如果确硬括是这个处的话 我们就要用大于等于这个判断条件 大家注意看 因为这里我们强调过第一次调整需要大于等于 第二次调整需要大于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加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处的时候 我们就用大于等于这个判断条件 来决定两个元素是否交换 如果是false的时候 我们就严格用大于来判断两个元素是否交换 OK有了这个数据的这个调整函数之后 那么接下来组函数就比较容易实现 大家看组函数就比较深 首先呢第一步我们做的是对整个数据进行调整 做完了之后 第二步呢 我们就对数据的第二部分进行调整 全部做完了之后 我们数据的结果就是这个题目要求的结果了 OK这是第一步 就是这个数据的排序调整 这里面第一个第一道题呢 我们处理就到了这一步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用此合比 做完了之后再通过编码看一看 大家自己写的算法是不是正确 OK这是第一道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就稍微有点难度了 不是那么容易想得到的 特别是在一个小时之内要做出来的话 确实是不大容易的 不过在这里面就给大家看 因为同时这道题呢 出现的概率不算太大 但是在这里面可以做 把这道题拿出来 可以做一个抛针引玉的作用 扩展大家的这个设法思维 也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的这个题目 假设A是一个整数数组 长度为N 那么数组中的元数可能是重复的 也可能不重复 那么要求呢 是设计一个算法 找到一系列这个数组下标集合 那么比如说是I 这个结合是I 那么这个他们 那么这一些数组那分别是I0 I1 I2一直到IN 那么这个I的集合呢 是这个A数组里面的一个子集 那么要求这个AI0呢 AI0 AI1一直到AIN 他们这些数合在一起 那么这那么找到的这个下标集合所对应的这个数组元素的合在一起 磨这个N呢 恰巧等于0 举一个具体例子 如果A是这个数组的话 那么这个I就是013 取0 1 148 27 30 0 1 2 0 0是711 14704 34995 那么这三个数加起来呢 磨10呢正好等于0 OK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个这样I的集合 找到一个I的集合 那么无论这个A的元素取值如何呢 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集合I总是存在的 OK 这是这个第二道题的题目 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暂时终止一下 然后考虑一下怎么去设计一个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稍微是比较难的 如果大家自己做的话 如果花个两三个小时 应该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OK 那么大家自我尝试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 这道题的难度呢 主要在于呢 这道题呢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思文模式呢 对这道题呢 不好用得上 如果我们用小样本分析方法的话 假设A只有一个或两个元素的话 例如A是12 A等于11 13 我们发现 它确实存在这样的集合I 满足题目中的条件 但是无论你举多少这样的小样本案例呢 你都找不出这个I的这个规律所在 有会发现通过举例呢 是找不出这个I的规律的 所以小样本的这个分析方法呢 可能就不大实用 那么我们也提到过呢 一旦遇到宿主或集合的话 我们也要排序后看看是不是有这个线索和头绪 那么但是对这道题呢 即使排序后也没有什么作用 仍然看不出有什么结果 那么最坏的办法呢 就是原来我们多次提到过的 使用这个暴力枚举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暴力枚举法呢 其实也用不上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I会包含几个元素 所以要使用暴力枚举的话 我们不知道这个I怎么去循环 或者是监套几个循环 这样的话我们也无法通过这个多次暴力枚举的办法 去找到这个元素I 所以很多办法呢 很多思维模式呢 对这一道题呢 就不大好用得上 那么这类题目呢 一般是用来选取一个团队的技术领导 所以他纯粹要考察的就是 我们的逻辑思维 是否能够具备足够的这个逻辑思维水平 也能够达到一个技术领导的这个能力 OK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应该怎么办 我们看看如果我们随便选取若干个A中的元素 相加后对N求余 看看有什么启发 假定呢 如果我们随便取K个元素 分别是A1一直到AK 如果这K个元素合起来是合 正好对这个N整除之后得0的话 那么这个1到2一直到K 这个下标集合呢 就正好是满足条件的这个I的集合 OK问题是如果不等于0的时候怎么办 假设如果这个他们的求余之后不等于0 假设等于T OK求余之后等于T 那么T肯定是小于N的 那么如果在这个E A1一直加到AK 我N等于T 那么如果在这个E到这个K 在做干个元素之中 我们存在一个元素L 使得呢 这个L在这个E和K之内 并且这个L这个 单独把这个AL拿出来 对这个N求余 正好也等于这个T的话 那就那么这个集合呢 我们就认为 把这个L从这个E到K中拿出来 剩下的这个集合 比如说是E2一直到L-E 和L加E一直到K呢 那么这个集合呢 就是满足条件的集合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呢 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这个AL一直加到AL-E 然后再加AL加E 一直加到AK 然后把这个AL这个核拉出来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这个核呢 实际上是AE一直加到AK的核 然后对N求余 那么显然就等于T对吧 同时正好又因为这个AL模N 也等于T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等调条件 就是这个AE一直加到AL-E 再加上AL加E 再一直加到K 再加到AL 就这边呢 就这边呢 这个等式呢 以这两边的这个等式 右边这个等式是等价的 因为左边这个等式求余之后 对N求余之后得的只是T 然后AE AL对这个N求余也是T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等价条件 那么左边以右边 我们认为是等价的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大家有一点这个求余的这个数论知识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导得出这个AL AE一直加到AL-E 然后AL加E一直加到AK 这个值恰巧是0 如果这个值 如果前面这个核对N除余不等于0的话 那么这个等价条件是绝对不会成立的 大家可以自己用笔算一下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找到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 当我们找K一个元素 它的核对N除余不等于0的时候 那么是等于一个非0的值T 同时这个AE到AK之中恰巧存在一个元素AL 它对N求余也是等于T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这个满足条件的这个I集合 也就是把这个AE一直到K之中 把这个下标为L这个元素给抽掉 那么剩下的这些元素就正好是能够满足条件的元素了 OK 那么大家可以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可行的算法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一直在从I等于0 那么I等于小于N 然后一直把它们加起来 加起来 然后求余 如果对这个求余后的这个T正好得0的话 我们就返回这个下标集合 0到I 如果不等于0的话 那么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存在一个L属于这个0到I之间 使得这个AL对N求余也可以等于T 如果这个条件满足的话 我们就返回这个结果 就是0到1一直到L减1 也就把这个L抽出来之后 得到了这个几 剩下的这些集合就是满足条件的 OK 那么这就是一个可行的算法了 OK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判断是否存在这个L呢 那么这个AL是否能够存在呢 这下面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要判断这个AL是否存在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使用另外一个长度为N的数主B B的每一个元素呢都此时化为0 当这个for循环到I时 我们设置把这个AI模N的先求一个结果 然后把这个结果做一个下标 放到B数组中 然后把这个相应的B的元素设置为E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有BT等于E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T等于这个AI模N 大家注意看 OK 大家注意看到这个条件吧 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这个 首先 也就是每一次循环的时候 我们把循环得的I 这个AI这个值呢 先对N求余之后 把这个结果作为一个下标 放到这个B数组中 然后同时复制于E 那么这样 每一次我们判断 我们判断如果得到了这个T之后 拿到这个T之后 我们放到这个数组B中看一下 如果BT等于E的话 那就表明 这个 那就意味着存在着 一个这个L 使得这个AL模N等于T 也就是这样判断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条件就成立了 OK 这个条件就成立了 那么有了 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L 是满足这个条件之后 就很好办了 我们再做一次循环就行了 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L 能够满足这个条件了 那么这个L 是在这个0和I之间的 于是我们再将0到I中的 每一个元素都拿出来 E拿出来 做一个循环拿出来 看一看哪一个元素 对N求余后等于T 那么满足这个条件的这个元素 就是我们要查找的AL了 找到这个AL之后 把这个L从这个当前这个0到I中 把它给踢出去 那么剩下的这个 剩下的这个下标的组合 就是满足我们这个条件的组合了 OK 这道题呢 就是这么做 那么他不到好想得到 需要大家具备一点数论的知识 和数学的知识 所以相对来说 就有一定的难度 OK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给在这个代码里面 大家看一下 给定这个代码之后 首先呢 这是 那么代码的第一部分呢 走的是这个 这个数组排序的 也就是说第一道题的这个解决方案 OK 大家看一下 排好序之后 由于我们的元素是4 排好是4 那么排好了之后呢 第一部分的元素呢 全都是小于4的 紧接着都是全部都等于4的 最后跟着的是全部大于4的 OK 那么第一个这里 这里 那么这里的代码呢 是解决第一道算法题的 我们看一下第二道算法题 第二道算法题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先给定一个这样的集合 然后大家看一下 那么进来了之后呢 大家看在这里面循环的时候呢 每一次呢 每一次循环的时候呢 我们都把这个AI呢 与这个N 这个A点lens 就是这个数组A的长度 然后先求鱼 然后把这个相应的数组 B的这个位置之一 至上一 OK 然后把这个元素放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子机里面 那么一旦我们看一下 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一旦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OK 进来一旦满足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就可以知道 已经有一个Al 能够走出这个N等于T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只要把这个Al找出来 然后从当前这个0到I 这个集合中给抽掉 那么剩下的这个 下标集合就是满足条件的这个I集合了 大家看一下 OK 知道了之后我们下面 然后再从这个子机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subset呢 就存储了0到AI的所有元素的值 然后我们走一遍 把这个满足这个AI AI整除这个N等于T的这个元素给T除出去 就是原来的集合了 来看一下 OK 我们这里找到了这个元素 然后把这个这个下标是2 大家发现 OK 我们找到了这个下标是2 把这个2给T除出去 得到的这个subset呢 是013 大家看到013 那么这013呢 就是我们例子中所讲到的 大家看到这个013呢 就是我们这个例子中 大家看 就是我们例子中满足条件的这个下标I的集合 OK OK 那么大家可以拿到这个代码之后 大家做完自己的代码之后 可以对照这个例子中的代码去看一看 那么例子中 我们这里面给的代码是对 给大家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参考和一个对照 OK 这就是这一道题我们的做法 OK OK 那么这两道题呢 两道题的解法呢 就在这 我们到这里就描述完毕了 那么大家 经过这一节 这一节 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呢 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 自己拿纸和笔 把这两道题解决一下 解决了之后 再对照这个 我们这个课程给定的这个解法 来看一看 看一看 来对照的看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看一看大家自己的做法是比这个 比我做的好 还是比还是有待改进 那么我这里面的这个代码呢 就相当于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OK 那就这两个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那么就欢迎大家来到困体迪士尼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后续的课程 我们后续的课程呢 都一直都会将一直集中在这个 数字与字符串的相关面试刷码上 希望大家在后续的课程中继续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扩顶迪士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